正在处理岁入 那这个时候提出来说要重新寻答 我想我们立法院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一种例子啊 因为基本上我们正在审预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可以来表达意见的 那你可以提案 提案我们可以处理 而且你也可以上台发言 我们并没有限制 尤其是我们本委会的委员 可以尽量发言还不见得只发言一次 那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寻答 我觉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理由 所以我也希望主席能够照程序来进行 那我觉得不需要再重新寻答嘛 到时候您要讲 你刚刚要发言 我们也没阻止你 所以不要再用这样的一个程序好不好 因为我们好不好 我们就是这个进行就可以了 谢谢 好 请柯建民委员发言